開始要抓取資料 那怎麼抓取資料呢? 其實上禮拜也特別跟各位強調 剛剛這個地方如果你按右鍵 選舉其中一個你要做按右鍵檢查 然後這邊右邊會出現 你可以把它拉過來一點點或拉過去 其實它可以調整 然後找到的位置慢慢習慣 它的table在地形 你可以用尋找 甚至它這邊有class 這個等一下再講 然後TR裡面有TD TD有幾個 而且前面這個可以展開或縮放 OK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我要把資料給抓下來 那總共有幾列呢? OK你會發現這邊 當然你可以用算的啦 或者是說你如果不用算的話 你當然可以 就是再用其他方法等等的 那如果我要抓取這個資料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已經寫好這個程式 所以這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我要把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區塊的資料 抓到我們的Excel裡面 有沒有?它其實就是一個表格 抓下來 Excel本身也是表格 就剛剛好 Match OK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如何撰寫 首先的話當然我們是 拿之前的氣候來做修改 那改的地方的話呢 大概我們有幾個 地方做修改 第一個 我把這一段 上個禮拜講的這一段 OK 把它怎麼樣 把它 乾脆直接拿來用好了 如果你上個禮拜沒有存到檔 你就是 直接把這邊的Sub 到 這個End Sub 這一段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就 另外再開一個新的Excel 那只需要在這個Excel裡面的開發人員 的Visual Basic裡面 那我們的這個是應該是活躍步2吧 活躍步2這個 裡面的 這個是一個專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程式就寫在 記得要寫在這一個 這一個檔案裡面 OK你不要寫在別人家 因為每一個檔都各自 各自有各自的寫模組的地方 所以你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在這邊鑽寫 寫的方法的話 就是 把之前的氣候 其實我們上禮拜有演示 我就不演示 把氣候拿來改就可以 那改的方法的話 有些部分是一樣的 你就不需要 去重寫 哪些地方一樣 第一個 這個開始我習慣是 把這個網頁全部清空 然後再呼叫那個IEE瀏覽器 把它 放到 這個VPA裡面 變成一個物件 那物件名稱就叫IE 另外再來的話 它這個IE物件裡面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個 最重要的方法 叫 Navigate 就是 顧名思義 意思是說把那個網址 貼到這邊 讓它去 幫我移到那個網頁 比如說開 IE亂器 然後把這個網 這個網址在哪裡 其實這個網址就是剛剛 這個網址 所以你把這個網址 C 然後把它Ctrl V Ctrl V貼到哪裡 Ctrl V貼到這裡 貼上去OK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本來是叫什麼 加權股 有沒有 加權指數的 這個 名稱 是看得懂的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 你把它貼到這邊之後 它變一堆的亂碼 跟各位講因為編碼方式不一樣 這個網頁上面的網址編碼方式跟這邊的編碼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一貼過來它變亂嘛 這是正常的 OK 你不要特別去把它修改 反而有時候修改反而沒修改沒事 一修改的話就出事 各位也可以試試看喔 你把它改成加權指數 看看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試啦 因為我說真的 有很多東西沒有答案的 怎麼會知道答案 試著才知道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有一個 Question 有問題 那問題怎麼有答案 試著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時候啦 你說老師你這程式怎麼寫的 當然我已經試過了 而且我試過N年了 我N年前就開始試這一段程式了 試到目前為止 我是覺得已經穩定的狀態 然後我就拿來上課 OK不然的話有些東西喔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寫 那我怎麼上課 OK 像有些老師是直接拿別人程式來上課啦 不過問題是別人的東西 還是別人的東西啦 別人的東西不是自己寫的就感覺不踏實 所以我的習慣是喔 還是每一行每一行 基本上我都一定要 都完全了解 我再把這個程式喔 這個分享給大家 那以後你們就照著run就好了 應該也沒什麼 再來的話就是 連到那個網頁 需要等一下 為什麼需要等待喔 等待的秒數喔 會因為那個網站的 連線狀況 而有所不同 那當然你秒數越多越不容易出問題 但是秒數越多你要等越久 所以這個秒數多寡喔 可能自己稍微調整一下吧 OK喔 那 應該懂的意思吧 因為網頁載入一定要時間吧 沒有說你一下就麻煩 除非你家 的是 什麼光纖現在最多是多少 雙向200Mbps嗎 是不是 可是200Mbps還要看那個對方的主機 有那麼快嗎 你家快 可是問題人家不快 那也是慢嘛 就像說你今天要 車子跑很快 但是問題是你上高速公路之後 你的車是那種 老爺車 那跑不動 你 這個無限速 你到無限速公路還是跑不動 所以 這個地方就讓他等一下 我這邊是預估大概至少5秒鐘 讓他等一下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就抓哪個table 所以喔 後面部分喔 特別追這個語法 同學可能比較不容易理解 就是說 這一個語法啦 這個語法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 利用IE這個物件 裡面的 IE物件裡面會 連到那個網頁的話呢 相對的那個網頁 整體結構就是一個Document 所以你看到那個 我們檢查之後 你們剛剛看這個Document是什麼 這個Document 其實 就是這一整個啦 這整個就是Document 那你會發現到上面不是有一個Elements Elements指的是說 這個Document裡面的所有的元素啦 所以H加S嘛 Elements就是裡面所有東西 那如果我要去抓裡面東西的話 那我要用什麼方式去抓呢 當然喔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那個 TagName Tag就是標籤嘛 那標籤前面一定有小於符號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概念嘛 所以喔 我們 就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敘述叫 ByTagName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雖然這個 這個方法很長一串啦 但是實際上它就是一句話啦 GET有沒有 Elements嘛 ByTagName 所以其實它應該是幾個字啦 GET Elements ByTagName 所以把五個字喔 全部把它變成 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有些命名的地方喔 大家一般人看到這一串方法 就頭暈了 這什麼我怎麼背得起來 啊其實如果 你假如說用那個 直覺的 其實它就是一句話嘛 對不對 只是說它把它串在一起 你會覺得很長 但實際上喔 如果你 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就 還好啦 OK喔 而且這單字應該也不是什麼太 太複雜的單字啦 GET嘛 有沒有 Elements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Elements也許對有些同學來說 不是那麼常用的單字 但是也不會很長嘛 對不對喔 Elements 有沒有 不難拼嘛 ByTagName OK那就 Tag Tag就是那個標籤 小於開頭那個就叫Tag 名稱 所以 TagName裡面的話 也蠻常遇到就像Table 有沒有像TR 像TD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是針對什麼 針對Table Table刮五後面是不是找第幾個 那因為我們剛剛算出來是第18個 可是你想說董事你為什麼這邊給第17個 應該要一次到一次吧 因為編號從0開始 但是網頁上面是從1開始 所以這邊記得一定要把它減1啦 大家圓一圓的知道的話 以後套用不就好了 我是覺得啦 真的沒那麼 沒那麼複雜啦 OK 而且這些我覺得已經把它簡單到不行了 因為我剛開始 我看到的資料真的是像天書 而且很多人分享真的也是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 而且寫了一大堆喔 我只是把那一大堆我覺得不需要全部把它去掉 去掉 剩下的需要的就留下來 不需要的全部都踢光了 OK 這樣來做什麼 所以 你找到那個Table之後 那可是問題你找到那個Table你要把它抓回來的話 你要有個地方給它放 所以前面有個敘述叫SET 後面有一個 這個名稱啦 這個名稱自己取 TBL有沒有 這個名稱 是自己取的 你叫 T也可以啦 你叫A 叫B 都可以SET後面那個名稱 我自己取的 因為Table 簡稱就TBL 這樣比較好記 那意思是說 把 這個 剛剛那個網頁裡面的 第18個Table 幫我抓回來之後呢 幫我放在這裡啦 有沒有 就有點像 你先幫它放在那邊啦 OK 這樣不是有點縮小範圍了 就是把那個 網頁的 第18個Table抓回來就好 其他不要 我就要接這個就好了 OK